欢迎光临老板 你是你面 找什么老板 我让你接客户了 我去了呀 去了人呢 在机场啊 在机场你去接了 你人把它放机场 我去了呀 那没办法 那客户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那后备箱跟后奏全部放满了 没办法 我只能让客户在机场 我总不能把产品丢了吧 那副驾驶呢 副驾驶你不是要求了吗 你说只能你做吗 别人不能做 那客户就没说你点什么了 他说了呀 我没搭理他 老板你说过的 在外面不让我跟别的女人说话 客户是女的 那他现在人在哪里 我不知道啊 老板 刚刚客户给我打电话了 那他说什么了呀 我没接 你为什么不接 因为刚刚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正在跟你通话 你不说过了吗 我跟你打电话的时候 永远不能我先挂 只能你先挂 看看还不夸我 我多听话呀 我是瞎了眼 老板你这么一个助理 好吧 是老板 你是瞎了眼 说什么啊 没有老板 你不记得你以前说过吗 但凡我们两个中间有任何的分歧 你都是对的 老板你就是瞎了眼 哎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哎老板你干嘛去啊 我去人事啊 你去人事干嘛 开除你啊 那么重要的客户的给我那么多了 哎老板 老板 你别别别别别别别 客户下去吃饭去了 我给他接回来了 我刚刚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下次不要跟我开这种 没有边界感的玩笑 你吓死我了 我不是看到你 最近压力太大了吗 你这样子 我压力更大了 只有你才能救我命 终于小姐服用小本地平 老板你不得咚 老板你未来 老板你不得咚 老板你不得咚 谢谢观看